雙手合十 虔誠的祈禱 花蓮監獄的收容人 为这次的泰鲁阁408次事故祈福 也捐出微薄的收入 在里面要捐助那个泰鲁阁 那个也没办法用现金 就只能用邮票而已 看到这种事情就 也是会莫名的感伤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这样失去过亲人 丧亲之痛难以忘怀 虽然身处铁窗之中 也能够发挥善心帮助别人 4月2号的火车意外事故当中 他们也都透过很多的讯息知道 那也都愿意用这样的一份心念 来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份善念 就是需要适时的去启发出来 启发心中的善念 无论身在何处 都能够行善助人 大家新闻之上 美志工李玉莲花莲报导